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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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勇哥物语 222-2018年9月8日 行政院2007年2月26日第3029次院会 早就通过决议奖介石为228事件元凶 转型正义经骂无拼待何时 勇弟今天9月8日908台湾国在台中举办年度参会 阿扁会去参加吗 勇哥阿扁还是没办法亲自与会 只好改用录影谈话 小勇908台湾国运动 是指一个追求台湾证明制限的运动 口号是生态台湾海洋国家日不落国 该运动延续2001年成立的511台湾证明运动联盟 已落实台湾成为一个民主 自由和平公义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宗旨 实施台湾共和国宪法 勇弟周崇德担任总会长的908台湾国 是最挺阿扁的运动组织 十多年来不离不弃 阿扁心存感激 勇哥、阿扁在908台湾国感恩餐会录影谈话 提及蒋介石是228事件的元凶 是有所本的 22860周年2007年2月26日行政院第3029次院会 决议通过蒋介石为228元凶 因为2006年1月官方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出版 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第三章第168页认定 蒋介石是228惨案的元凶 小勇、阿扁总统在官方的228基金会出版228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直指蒋介石是元凶后 做了几件转型正义的事 中正国际机场改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介受管阵名为总统服 军中的蒋介石同项200多尊全部撤除 两蒋领请及中正庙县兵卫队全部撤离 两蒋领请关闭 中正庙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大中制正义名为自由广场 其监与好市长的市府就暂定谷基与国定谷基打斗法 也为了中正庙组织条例的废止与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归程的被查 与蓝营占多数的立法院大工房 前者扁政府赢了 后者则被蓝委推翻 如今民进党完全执政 废除中正庙组织条例的法院 应已如反掌 永帝另外在知道蒋介石是228元凶之前 阿扁也先后做了以下的事 借受陆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总统府内大厅蒋介石同项拆除 永哥可见推动转型正义是位与部位的问题 没有促转条例照样可以推动转型正义 费 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